新都桥到嘎巴乡之间 在公路边的溪流旁 有一片草坪 很适合房车和床车露营 是一个绝佳的免费露营地 就在车行至嘎巴乡之前 离新都桥大约10公里 如果去新都桥或者甲根坝 可以选择在这里露营 要干什么 我拿绳子 风太大 我这个绳子套上 你看我摘的地盯 这样套上就有风吻 就不怕风吹了 整个风吹吻的 对 瞧瞧 对 瞧瞧 好不好盯进去 这是土很好 弄进来 好盯进去吗 很好弄啊 我买的专业的绳子 这圈起来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把这个桥固定式弄紧 不怕风吹 弄紧 很简单 这样一套 甚至就套到下面那个垫子上面 这样你看已经拉紧了 拉紧了很稳定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这是乐趣啊 这就是大自然 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现在是下午两点过 我们还没吃中午饭 就准备在这 溪流边上 藏居旁边 我们 吃中午饭 你看 这是美好包的那个焯熟 这个小焯熟很好吃 对很好吃 很好吃的 就全煮下去 因为 这是最后一包焯熟了 不够 我们再煮点面在里面 准备调料 切点葱末 小葱 小葱 一个碗 好 这 第一道调料 调料 这是 辣椒 这是 酱油 然后 盐 好 味精 味精 可以可以 这个 麻油 好 来点 麻油 下次把猪油带出来 带着猪油出来 好吃一点 来点盐 重庆小面 重庆小面 来点味精 来点辣椒 来点辣椒 辣椒快吃完了 真的呀 这么多吗 已经快吃完了 最后来点酱油 酱油 酱油也快完了 酱油也快完了 反正在外面吃什么都香 我是在外面随便吃糊糊都香 就是那个煮的那个操手的那个糊糊 都很香 可以了 满足了 看一下 关键是我们就在这个风景中 后面就是秋色 就是藏居 旁边 就是溪流 这边看过去 还有 因为现在是下午 光线还不太好 等光线好的时候 那是很漂亮的 要等到日落的时候 吃饭了 吃面了 好 在甲耕霸 西流边 在甲耕霸 西流边 坐这边 关键在风景中 肯定没有家里面 风景调味 风景就是一道调味品 来 好吃 来 我到西流边上去 藍天白云下 在西流边上 在秋色中吃饭 出锅 我们俩都比较适合在野外 又吃的香 你最适合 反正我每次出来 我就觉得 吃饭最佳都很香 饭后再车子烟 热变神仙 好 烟变神仙 吃完啊 大鹤在西流边 活 这是在小金买的米果 很有名的小金买的米果 很有名的小金买的米果 就是往青多桥 往甲根坝这个方向 摆开了战场 在这草坪上 西流旁边 准备今天晚上露云在这里 我们旁边 还有两个车 也是露云的 很好的一个地方 还没有到那个 嘎巴乡之前 就在这里 我们在旁边 就是秋色 有很多树枝 太阳已经落山了 没有光线了 就是现在天气有点冷 到晚上 温度有的气温有点低 晚上来了 看一看 我们房车后面的晚上 看我们旁边的车友 还在这里 搞一点小情调 吹起来啊 吹起来吹起来 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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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起来